我们再来看国际消息 美国硅谷一名13岁的少年 为了解开盲人怎么阅读的疑问 结果开创了一番事业 他以乐高积木研发出一台 能打印盲文的廉价机器 吸引到科技大厂英特尔注资生产 这台机器看似玩具 它可是舒博汉经多番研究 利用乐高机器人组装工具 制造出的盲文打印机 盲文打印机能让视障人士 打印盲文信件和短篇阅读材料 舒博汉以父亲资助的三万五千元 开创起铺公司 继续改良他研发的机器 他的作品模型 在去年一场科学展上亮相后 引起了科技大厂英特尔的注意 成为英特尔历来投资的 最年轻创业家 舒博汉计划用这笔资金 聘请专业技术人员 以现有的概念为基础 打造出一台价格只需350美元 比市场上9公斤重 还要轻的盲文打印机 再次准备 吉尔历 一万四千元 机密 建筑 提示 百分之 两千元 都 酱